中和復興里里長游敏玉 每年都會在里民活動中心 舉辦元宵燈籠DIY的活動 里民都熱情參與 這次更與警安派出所合作 結合反詐騙宣導 讓民眾更懂得保護自己 而新北市議員陳景定及游輝榮都到場同樂 與里民提前還度元宵 那因為里內的鄉親長者蠻多的 之前也有被詐騙集團 也有騙了一筆小筆的 那為了這一次拜託我們派出所 來做個宣導這樣 元宵燈也快到了 那利用這個時候來給鄉親 給我們一些環保志工團隊 還有一些鄉親民眾小朋友 歡樂得一年一次的元宵燈 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 跟著台上的示範教學 台下的大哥大姐們認真學習 也都表示想要回家與家人分享 象徵珠年的可愛小蹄燈 不僅長輩們拿在手上很開心 小朋友們也都搶著藥 做DIY燈籠很好玩 我做完我想送給我的孫子 里長辦這個活動很好 我們拿這個燈籠要回家給我們的孫女玩 今年一度元宵燈 感謝我們副心里里長有美意 每年都有辦這個DIY 讓我們很高興 有增加一些地獎 燈籠做好 我先拿回家 和家人 阿孫子 花一貴 顏小姐 感恩 謝謝里長姨媽 然後呢 送給我們這個可愛的豬豬燈籠 小朋友都很開心很喜歡 早上起床就吵著要來拿了 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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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提著燈籠就很有過節的氣氛 老少賢儀的燈籠DIY 不僅可以讓長輩們訓練手部肌肉 也能訓練腦部專注力 利用過節機會 讓長輩多多踏出戶外 與人互動 是減少老化速度的最好選擇 祝大家 年小節快樂 中央新聞中央詞 綜合報導